备受期待的悬疑篇秘密访客 刚刚发布了全新预告 并确定加入经营运营档 影片讲述表面和我们的一家人 自家里却处处透露着鬼运的气氛 作为面中的成功父亲 在家中显得极为暴力 温柔贤惠的母亲在家里 是精致的活着 鬼运案的姐姐 总是感到不安的弟弟 无能猜测者 在家里面里生活已久 真密访客的身份 悬疑访客自大发布首席预告 后就吸引了大批移民关注 每次发布宣传物料 都会成为大家热义的焦点 根据国内各大票物平台的统计 本片一直位列影运期待网站毛 宣布订党后 观视度又翻了一番 除了暗黑风 浓郁的剧情 身体访客的主创阵容 也非常值得期待 影运的导演是陈正道 编剧为书翘 影衔主演有郭富城 段一红 张子峰 局伟名 龙子山 不过不要以为 这部电影中 与影帝郭富城演技的对手 只有同一年纪的段一红 两位强大的童星 如今已经晋升为 青年实力演员的张子峰 和新生的演员龙子山 绝对有实力 硬扛影帝郭富城 还是童星时 张子峰就会龙子山 扮演过一对姐弟 后年灵感的演技 这曾让广大影运 深深地感到过 什么叫不寒无力 值得注意的是 在《神秘访客》 这次发布的新预告片中 此前被大家认为 国内家庭弱势局里的姐弟 却变成了不好惹姐弟 而且他们似乎并不缓解 对照朱家中的真相 有不同的态度 显然他们才会决定 整部影片故事走向的 关键指色